要講一下一些比較嚴肅的問題 就是黎智英案 我們選擇兩天的報道去講 前天有報道的 這個也算是幾多話題性 其實這個就是黎智英 自從國安法之後 他都打算搞好專欄 搞專欄多些人去寫 因為他收費 他就會參考一下Patreon的模式下 有哪些人比較受歡迎 其實不僅是國安法 我這麼說 不是國安法的 其實在國安法之前 黎智英都已經到處去找人才 到處去搶人才 在網媒選擇 這個就不是國安法之後去搞 已經是 即是他說什麼 2020年5月8日 即是說 看回他們的Whatsapp 蘋果日報的高層的Whatsapp 就說他們 即是向這個主理論壇版的楊清奇 即是 哪個? 盧峰 盧峰 就是送上三個連結 即是他們有人去選 去找人 去搶人 去搶人才 找了三個人 第一是老蕭 蕭若元 第二是劉世良 第三個就是雲海 我剛才說 其實他在這裏找人 在Patreon找人之前 其實再早 不好意思 楊清奇是李平 盧峰是馮偉光 你再早 其實我們知道的 你記不記得 差不多是2018年 2018年 其實已經開始找不同的網台合作 嗯 有找過我們花生台 哦 是 我記得還說過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在這個 為什麼我記得呢 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我們有個節目很受歡迎 就是什麼 《細雪中南海》 《細雪中南海》 因為那時候 吳博 不明白博士 其實做得非常好 很受歡迎 那黎智英呢 他就說 他找過我們 就合作 說我們的節目 可不可以放在他那個網站那裡 播放 所以其實黎智英 他偶爾也會坐進來 他也會坐進來 那和仁哥 和吳教授 和吳教授 一起做節目 我想都去到 都去到2020年 差不多一年頭到 我忘記了之後為什麼會沒有了 我也不太記得 因為其實那時候主理的 我們幫忙主理的 就是Raymond去做的 嗯 Raymond現在都還在幫吳教授 是吧 是 其實很早已經有 你說在Patreon 網台網媒裡面找人 其實很早已經有 他說想搞起那個 評論 就是整個網上版 蘋果日報網上版 因為他不做紙 開始要考慮 是 或者 你姊妹都做不起 他就搞起一個網 所以其實他那時候想過 就是網台方面 他找多些合作 他試過找我們 除了找我們之外 還有找過什麼人呢 網台 就好像沒有了 但是現在呢 我看這單新聞 現在看前日那篇報道 就是5月8日的時候 黎智英 就是考慮 我們是否可以再請一些寫手 就是 填滿 就是我們搶人才 在蘋果論壇版裡面 搶一些最受歡迎的寫手回來 分別就是 老蕭、蕭若元 劉細良和雲海 其實那時候 有份給意見 就是陳佩敏 他自己知道 他前天就在答辯 他說他記得當時 蘋果在推廣付費計劃 所以他很想知道 在Patreon的模式下 哪些作者比較受歡迎 吸引到讀者 那就比較 劉細良來說 是一個比較接近民主派的觀點 而蕭若元 也是點評一下時政 以及對政府的比較有批判性 主要是他們兩個比較 第三個雲海 陳佩敏本本人就不認識 也不熟悉 那雲海又做些什麼呢 他是主要說很多陰謀論的事情 神秘學 或者神秘學的事情 然後還有一段時間 都說說馬拉蟲 我記得他曾經何時說過 要去全世界炮馬拉蟲 陳佩敏 尤其是對劉細良的印象比較深刻 因為黎智英他自己點名 說喜歡細良的文章 想邀請劉細良寫文 所以可能會透過張劍雄問他 有沒有劉細良的聯絡方法 然後就會傳給楊清奇 因為楊清奇主理的論壇版 但是這樣 細良的文章 細良他平時有寫開文 讀書好 讀書好也好 其實他未必很多產 他真的有個專欄叫讀書好的 他本身有 他在一仔裏面已經有 所以不需要向外找 因為以前細良都說過 在一仔裏面 他簡直在裏面有做 讀書好 他之後再搞本雜誌 其實本身在讀書好專欄裏面 是啊 就不需要專門在外面求回來 不需要的 也不需要這麼生愛 就問問張劍雄有沒有他的聯絡方法 他們想做得正式一點 就有這樣的對話 至於蕭 老蕭和雲海 就不是他們兩個推薦 就不是陳佩銘推薦 就不知道誰 就說 推薦給楊清奇 但是老蕭呢 其實他很少自己寫文 他都是做節目為主 寫文寫書都 他寫書 但書都不是他自己寫 他是口述給助理 代筆 或是給寫手代筆 寫文其實你要花時間去組織 你還要確實檢查 是啊 有人跟我說 聽完那段錄音之後 我是說逐段 查完才能寫下去 很痛苦 是啊 所以呢 你說 寫文的人是多些 作者是多的 做節目的人是比較少些 但是往往寫文的人 花時間是長些的 你見到煉月曾 他都很坦白地說 我寫文其實是要九個小時 四個小時我要 要確實檢查資料 然後兩個小時 我要起大綱 最後一個小時 才取得千多字 如果你寫開的 寫開就不是問題 有些人就很厲害 好像阿鍾Sir就很厲害 一天幾篇都可以 以前我們聽過 最厲害的作者是誰 最厲害的作者 你印象中最厲害的作者是誰 印象中最厲害的作者是誰 吐傑 如果你寫政論 是的 但如果你說作家最厲害的 當然是魏康 魏康的字寫得快 那些人是看不明白的 他有專人去看的 就好像奢侈 他自己說 一天寫幾千字 他很有信心告訴別人 我一定是中國歷史上 寫字最多的人 都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是寫政論 你三個比較 其實 黎智英都是想寫政論 是嗎 嗯 那老蕭呢 我看到他今天 他有回應這件事 是 他有回應這件事 那 就 他說 那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最後尾找他 但是 他有評論 他也沒有說過 他自己有沒有reject 他最後尾 應該是沒有找到他 所以連reject都沒有 那 我想可能老蕭又沒有空 去寫文 而且他那時候 2020年都走了 其實 嗯 他是走得比較早的 那 還有 就算老蕭寫開都好 那 我想 蕭太也不會讓他寫 因為蕭太太很保護蕭先生 就是因為保護蕭先生 所以才叫蕭先生 就很早就叫他去台灣 那 但是 他今天又說多其他事情 我聽他說 就是說 他就說 他跟黎智英 他雖然去支持黎智英 但是 過往來說 他在《評估日報》 他有些事情看不過眼 就是很不考慮別人 就是 有時候為了做大新聞 就不太考慮那個後果 但是很多年都是這樣 你說陳健康事件 到現在大家都應該記得 就是 不惜代價炒花生 意思就是說 大概意思就是說 黎智英就不惜代價炒花生 就不理對別人 那個影響有多大 而且 我記得以前 就是 2019年前後 其實之前 這個《蘋果日報》 就是經常做老蕭新聞 嗯 有時候又會做一些動新聞 又說去燈神 什麼事 真的 真的 有些動新聞 是做燈神新聞 你說燈神 都未必令人印象深刻 你說老蕭一家欠人錢 就最多的 以我所知道 有啊 他有些負面新聞 所以老蕭很生氣 其實是 又說 他正在節目講過一下 大概這些 但是老蕭他就不是講這些 他就說 就是相對之下 相對劉勢良來說 嗯 他現在就說 他喜歡劉勢良的文章 他是比較接近民主派 其實正確一點來說 不是接近民主派 應該正確一點來說 我覺得 他是代表民主派 或者帶領民主派的想法 有時候是 哦 尤其是2019年的時候 劉勢良都很強調一件事 整個民主派 叫做群眾美霸主義 因為 你只是連登仔 那時候 都冠以他 什麼大總統的口號 哈哈 大總統的 美名 嗯 又說他是 其實不是的 慢慢都有變 勢良就變成了 冷氣軍師 冷氣軍師 所以其實他就不是代表 正確一點 政府又叫他帶領 有時候他找誰上來 有一陣子他就找范國威做節目 那這就是代表 他說這個什麼水炮 水炮車 那這個不僅是代表 他是影響 是嗎 世良 他說要參與整件事 反正他說 本身我是站在第五排 你推一推一推到 推到我想前面 難道不再行嗎 那老蕭呢 他自己今天說 其實今天 你說前天 陳佩敏就沒有說他 為什麼不選老蕭呢 最後沒有考慮 但是黎智英呢 老蕭就是 他今天說 和黎智英 有些瓜葛 就是關於 應該是2016年的選舉 那時候 他就和劉翁 和劉家鴻一起 合同一張名單 在港島選 那時候 他就說 黎智英 就說他其實是鬼來的 說人民力量 就不可信的 說這件事 其實民主黨裡面 都有人說 公開說的 就是黃碧雲 黃碧雲說的什麼 你記得嗎 我不是很記得 是公開說人民力量 是人民幣力量 哦 這個有印象 是嗎 就是 正正其實 民主黨裡面 說的一些 其實和黎智英很相近 就是 簡單來說 戒票機 就是戒票那類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看看那些人怎麼說 今天燈神條片 有什麼說過 他爭肥肉 你寫 哦 寫得變漂亮一點 有說過這些 但是 如果你說 在政治層面 就是 說他和 人民力量 之間的 一些千絲萬縷的關係 還有黎智英 怎樣說 怎樣評論 人民力量 或者背負評論 蕭生又知道 所謂人民幣力量 這種想法 是不是就是黎智英 那裡來呢 就是 你蘋果日報慢慢變成 保守民主派 裡面的 代言報紙 是啊 所以 最後 阿西良好像最後 最後有寫 我不記得有沒有 我要找回最後一期才知道 最後一期什麼人都有 其實 還有說過很多 包括 其實蘋果日報 裡面那些頭版廣告 A1的廣告 那麼 A1廣告呢 是 他有很多 他今天就說 其中一個就是 一人一信 這是不是今天 是 今天這個是 一人一信救香港 這件事 還有一個 以自由 自由做一個 設計的 一個頭版的廣告 一人一信救香港 本身 就很大爭議 這個就是 蘋果日報知名 自己 豪一張A1出來 A1很貴的 是吧 是吧 這是很值錢的 但是去到這個環境 因為 由梁振英年代開始 就封殺 哪一個 不是 以香港政府的名字 封殺 哪一個人 夠膽在蘋果A1那裡 買廣告的話 香港政府 是會 相應地 會招呼他 所以沒有人夠膽去 在蘋果買A1很久 所以就變成 自由發揮 任你玩 是吧 是吧 他就說 陳佩銘 其實這個就是 今天說的 就說 你這個 一人一信救香港 陳佩銘自己 就覺得不適當 嗯 他就轉發 黃之鋒的 批評 就給黎智英 就希望他 不要繼續推這件事 黃之鋒 為什麼叫他不要推呢 是吧 為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叫他不要推呢 我想 我這個懷疑 黃之鋒 可能 就不太相信 比特朗普 可能 第二 就是 如果你 蘋果日報 這個可能性 比較低 蘋果日報 你過度參與的話 可能是 hi-jack 整個運動 或者 平均日報 你站在後 比較好 適當的時候 用傳媒身份 去訪問我們 其實那個可信性 比較大 但是 平均日報 由03年開始 一向都是站在 群眾運動最前 那裡 那才最恐怖 Anyway 這個我不是第一次聽的 之前也聽過 希望他不要繼續推這件事 但是 後面有沒有原因呢 但是 我又見不到 他裡面的報道 又說過什麼原因 主要就是黎智英的反駁 喂 There's all no other way to deal with CCP 我們沒有其他方法 你不要假裝聰明 不要戴頭盔 不要再說 不關自己的事 我們自己要有 那個決心 他就說 黃之鋒 大概就是 不要再假裝聰明 有些人就 戴頭盔 說多幾句說話 就 假裝客觀 中立 就不關自己的事 我討論一下 現在黎智英就說 你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沒有用 你再玩這些花椒已經沒有用 你現在一定要表現一個決心出來 一定要 就是 去決心 你什麼都要試 你現在唯一可以試的就是 號召這個 想著感染感動 特朗普 特朗普 去救香港 這樣說 如果你的抗爭角度來說 我這個很佩服 黎智英這一下 你說很佩服 另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他的心碎很清 他知道無論你怎麼做 香港政府都會動蘋果日報 因為 他也很清楚一件事 蘋果日報 是一份完全是市場到向的報紙 當你其他人說 我們剛剛第一節讀的 什麼明報信報那些 全部都已經被共產黨收編了 那 蘋果日報不肯跪下的話 就遲早被人搞 你唯有就是 叫做怎麼樣 背水一戰 陳佩敏自己為什麼反對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翻開一點 始終有一間報紙 他就說 老闆 阿黎老闆 你搞還搞 你可不可以用自己名義搞 他建議黎智英 用個人名義 賣頭版廣告 但是黎智英就說不行 你們要用蘋果日報的名義發起運動 蘋果日報 起碼是一個大的牌頭 嗯 他就覺得這樣才號召了些人 大家一起寫信 去感動特朗普 當你聽到 當你聽到 特朗普這幾個字 的時候 你都會有點 拗頭 當然是很困難 然後你今天庭上面說的 就是說 你A1頭版 你平時誰決定 是放A1頭版的 客戶決定 誰下 誰給錢 就給誰 只不過你沒有後面那句說話 其實都已經沒有人買的 就好像你剛才說的 那個原因 會被人打壓 是呀 是那些客戶被人打壓 由689開始 因為他讀灰 數你廣告 嗯 是嗎 即是他正式做特首的時候 已經數了蘋果日報廣告 嗯 之後他就討論 其實問了一些問題 你國安法殺到你 有沒有討論過怎樣應對國安法 那麼五月的時候 確實是什麼都沒有 都是中聯辦 鄧中華那些出來說 那些什麼原則而已 那麼陳佩銘就說 沒有法律內容 而黎智英又反映過 就是憂慮這個法律 對人權 新聞機構有影響 他也不確定有沒有特別開會 或者行常會議去討論 我們都很重視這宗新聞 可能要做多些配套的報道 嗯 那裏面又說 就是這些什麼賣港賊 制裁名單 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張相片就是和梁振英的發言 就是說 Disgust many Hong Kong people 然後就是要制裁他們 那些人 港區人大和政協 支持立國安法這一群人 是不是要全部變相制裁他們 嗯 但是當然 五月的時候 2020年 五月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犯法 那時候可以做得盡 因為未立法 那未立法之前 就做盡一點 黎智英就是這樣 希望 黎智英呢 其實真的很大膽 你看到火車在衝過來 在衝過來之前 我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 而黎智英就是選盡做 嗯 是吧 所以其實你看到 你說黃之鋒 希望他不要推這件事 嗯 其實我想黎智英聽到 你找個年輕人來帶我 我想他自己很反感 應該是 是吧 真的 真的這樣說 大家都覺得 黎智英是覺得 我應該要領著《蘋果日報》 然後就帶起這一場運動 嗯 因為他真心是覺得不成功變成人 但在其他人的角度來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拆開 因為始終你說陳佩敏他們 就是 你問他們真心的立場是如何 他們是專業的傳媒人 他們覺得 喂 所有的事情應該要拆開一點點 這樣是合理的 對 拆開一點點保護自己 保護《蘋果日報》 但是《蘋果日報》 即是黎智英的決定 就是覺得《蘋果日報》很難自保 嗯 你一是就全入 是的 一是就 全無事 全無事 我覺得黎智英這個決定 他的意識有他的道理 而我也支持 坦白說 而到最後也被他估中了 是吧 是啊 那好了 這一篇就是講 這個就是大概是什麼時候的報道 呢 七一 泛民七一繼續抗爭 是吧 即是你在七一之前 你發了一篇這樣的報道 叫泛民七一繼續抗爭 那你就鼓動些人去反國安法 在頭版裏面做這件事 那當然啦 其實李雲騰就關注了 為什麼你用這個中國國旗佔了半版呢 那陳判民就說 大新聞來的嘛 大新聞慣常設計就是這樣做的啦 如果覺得我們這張照片是漂亮 有象徵夜夜 就會做大張照片的效果 是吧 版面設計有關標題 是不是要為了駁到這些讀者主義 當然啦 這是廢話來的 但是 他問這些又有用呢 其實就是 覺得你現在究竟哪個主義 是誰煽動 現在入你這個煽動意圖罪 煽動看物 這些就是標準要問的 但是當然很乏味的 我明知道他那個 就是 那個 那個意圖是怎樣 是不是 就是透過你陳佩敏把口 就說其實你們怎樣 談出來的 是不是 你有沒有什麼動機 是不是煽動的動機 是不是 然後 你的編輯部怎樣參與 就是正常參與 吸引讀者主義 任何刊物都要吸引讀者主義 不讀者不主義 我買來做什麼 蘋果出名 亦都是這個 圖文並茂 而且 他們的攝影 他們的標題 是特別搶的 嗯 那今天呢 就那個刑事檢控專員 張卓勤 就對著他們的WhatsApp 就逐樣問 或者 他就首先就問 就是那個 叫做是 《紐約時報》 5月27號 黎智英說 5月27號的時候 他會寫文 寫文之前 就問一下 陳佩銘 他對國安法的觀察 先問他的意見 他說 國安機構一旦駐港 當然會處理一些 所謂一小撮的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但是 為了justify 他的存在 那些駐港的一些 國安機構 即是國安公署 是吧 那麼 他就要justify 他的存在 他就要找工作 他就會搞你 這個我們見到 是吧 陳佩銘也猜得對 是吧 任何人其實很正常的發展 就會繼續 羅織其他人的罪名 共產黨 你稍為讀通黨史 你就知道會這樣做 不准外籍法官去審國安案件 亦都是違反了香港的法治 基本法 一國兩制 這個就是他的觀察 就是陳佩銘的觀察 然後告訴黎智英 就寫下去 是不是 那麼 主要其實今天就是 問了其他事情 他就說 這個 那個 那個 張卓勤 就看回他們 咦 你們的WhatsApp裡面 有一個群組 叫國安法應變委員會 的群組 是6月22日 國安法之前8天去成立的 他說 怎麼成立的 而為什麼 阿肥魯黎不是裡面的成員來的呢 你肥魯黎在裡面的話 那我們討論什麼 你說什麼 神經病 這個就是 他的主意 就是來自於 前社長張劍航 群組裡面 只有偏彩部的高層 黎智英就不是成員 他說解釋 為什麼不加入黎智英進去呢 就是你剛才的說法 不加入才可以自由討論 嗯 如果有他在的話 變相 就是變成他 所有事情 都說了 就會主導所有人的意見 就不是一個討論的場合 這個呢 就是阿張劍雄的用意來的 就是首先達成了共識 收集了意見 先 我們統一了 編彩部 管理層的意見 才再跟黎智英討論 所以這個群組的成立 肥魯黎也未必知道 至於其他事情 就是在這個群組裡面 談過一些事情 譬如羅偉光 那些編彩上的邏輯 即是那些原則 落大拉 即是落署名 落署名 究竟怎樣做 落不落署名 他又決定 如果自己做的故事 現場直播人物專訪 和專題 一定要加上記者的名 如果有特別情況 就要向主管提出來 陳沛敏就解釋 因為國安法就快實施了 有些同事就擔心 如果在示威現場的新聞照片裡面 如果有些有問題的自據 會不會觸犯法律呢 但也有同事就說 應該要落名 即是分清楚的關係 先不要攬炒 起碼就有一個問責 所以管理層就因應同事的考慮 憂慮做了一些決定 就算問律師 當時法例未出來 簡單都是為了他們沒有那麼擔心 就不要被人攬炒到 可能是 至於 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那個叫做 惡法生效 兩制概觀 這個封面 標題就是由他 陳沛敏就說 標題由他 林文忠 即是潛總編輯 林文忠 以及根據黎智英 對國安法的意見構思出來 雷智英什麼意見 雷智英寫過一些文章 也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都說過傳媒很難做 一國兩制會玩完 然後才構思出來 氣氛都比較擔心 是不是可以繼續做下去 然後構思了 蓋觀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會佔一半板呢 美麗 那些人會看 蘋果一向是在這方面 撿得很緊的 就是這樣 大家在說蘋果照妖鏡 蘋果都說得明白 是因為省油膜 才印淺色一點 然後才令大家覺得是照妖鏡 他們的氣氛都很厲害 他們的氣氛 至於另外 其實有時候都很內聚 很沉悶 譬如你逐張設計 拿出來說 自由 這個設計 如何創作出來 就是這樣說 你問我們 黎智英案 陳佩銘 他們都做了好幾天的作工 但為什麼我們不會每天都這樣看 因為從我們的角度 就是看完這麼久 根本就是一個老闆和一班高層 就是蘋果一部的高層 在想怎樣寫這個故事 怎樣做好一份報紙 而問題就是這些 怎樣做好一份報紙的討論 竟然會成為煽動 其實你對於法官來說 他要分清這個關係 黎智英他自己主導 編採過程的影響有多大 因為黎智英就是勾結外國勢力的主腦 他是主腦 這個主腦究竟在罪責上分擔多少 他的影響力有多大 現在你在法庭上最後怎樣判罪 他就要透過罪責來釐清 究竟你是純粹重返 主犯 重返 責任分擔多少 黎智英當然分擔最多 但是究竟你其他編採部的管理層 究竟你是做新聞 還是搞政治 他又覺得黎智英肯定是搞政治 黎智英搞《蘋果日報》 他又有非常重的行動 好了 其實這是法庭的博弈 大家在法庭上說 首先我認罪的目標很清晰 我盡量要減輕自己的聚集 令自己的刑期減低 所以理性的博弈 最理性的博弈是怎樣呢 就應該好像趙家賢一樣 法官大人 拆其他人出來 不斷法官大人 不斷跪下 然後就說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我老闆決定我這樣做 所有事情都是戴耀廷搞出來的 但你講陳貝敏、張健雄 他們不可以這樣做的原因就是 你不可以太假 他們都很強 你這樣說未必能夠取信法官 偏採自由 亦都要這樣說 事實上 我覺得陳貝敏是比較公平的 他比較公平的 相對於張健雄來說 張健雄都很強調 他很多事情都是先由黎智英做了決定 然後我就想怎樣去認識他 你看到 我強調一件事 你剛才說 無論如何都要說 原因就是 這麼永長的討論 是決定 你講蘋果下面各個不同高層 他們將會得到什麼控罪 但在我們的角度來講 就是 我們講那麼多事情給你聽 其實到最後 你聽回頭 大家都叫做打過工 打過工你第一時間都在想 就是老闆跟員工開會討論的事情 怎麼做好一個新聞 就是這樣 然後再想你這間公司 在這個project裡面 應該擔當什麼角色 就是問這些事情 神經病 這樣都成為罪證 有很多技術的問題要處理 法庭上面 他就要 簡單來講 逐件事去看 每個事例去決定 那些法官就要決定 究竟 你們現在叫勾結外國勢力 做煽動刊物 究竟你的責任佔多少 而你說的話可不可信 那由三個法官去決定 開會決定 其實到最後都是官 說什麼就什麼 在判詞裡面寫一個故事出來 他們怎樣理解整件事 這個故事 他要向公眾交代 要做一場戲出來告訴大家 這個公平審訊 他是fair judge 他要想這樣去做 但當然 未判到最後 我也知道會怎樣判 這個是痛苦的過程 但其實我覺得 你要關注 我最主要 其實現在你的重返 你的目標太明確了 一定是要把自己的罪責 所以都推給黎智英 不關我的事 陳佩銘 我覺得他起碼會比較fair 其他還沒說完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看黎智英的一人抗爭 他怎樣維持在自變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黎智英本人就已經豁出去了 其他人 他說的話 因為他的目的很明確 就是想減輕聚集 就是要射 所以 就未必是說真話 或是這麼說 那班真的是員工 你抓那班員工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喂 我最重要是脫身 實是這樣 那你律師叫我做什麼 就做什麼 你那班律政叫我做什麼 就做什麼 好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